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找对网红 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企业进行KOL营销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扩大与产品或服务有关的内容的覆盖面 简单来说就是扩大受众群体 挖掘潜在受众 大家对传统广告营销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 也许很多人也从中获益良多 但问题是现在的人们不太信任通过传统广告 直接看到东西了 一个不咋地的产品 也可能通过广告宣传它 对消费者有好处 比如那些午夜播放的虚假医药广告 但是消费者十分信任KOL 也会接受提供他们的建议 KOL不仅仅是受欢迎 人们不会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有大量的追随者就自动成为KOL 比如凤姐 她爆红的时候粉丝也很多 她真正的算是KOL吗 如果有粉丝 就能成为KOL KOL将是那些最有钱购买粉丝的人 KOL指的是公认的 在某个话题或领域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 因此如果你想进行一场成功的KOL 你需要找到你的目标受众视之为关键意见领袖的人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做假化产品面向的是美国女性市场 并且是年轻女性市场 那我们要找的红人也都是拥有年轻粉丝的美国女性网红 那我们肯定不会随便找个地方来自英国 粉丝多为欧洲人的时尚网红 即使外国朋友们都是蓝眼睛黄头发 但是效果上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按照上述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 在Social Book上有约1300名 共覆盖3865亿人的网红可供挑选 这样一来就大大缩小了范围 节约了时间 三 学会与KOL双向沟通 虽然咱们看到双微上各种博主们 都称品牌为自己的金主爸爸 但这并不代表品牌 就真的是网红的爸爸 可以行使一切给了钱 就是上帝的权利 要知道KOL圈子很小的 一旦这样 后续就很难开展和其他博主开展合作了 同时如果你很好合作 并且和KOL成为了很好的合作伙伴的话 KOL还会帮你免费做宣传优 作为品牌或者卖家 你要知道KOL可以帮助你制定营销计划 告诉你什么样的内容 最吸引粉丝的目光 最容易让他的粉丝转化为你的受众 当然通过让KOL分享你的内容 你可以了解你的目标受众想要什么 请你积极的向KOL取经了解你的目标受众正在关注的话题 也请你记住了 KOL远比你更了解这些人 他们了解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吸引你的受众 也了解你的受众丝毫不关心的内容类型 他们甚至还可以告诉你市场中的无人区 希望你和他们一起开拓这片荒芜之地 KOL知道你的听众在担心什么 也知道你的听众经常问的问题类型 这些都可以给你提供极大的帮助 四、找对活动类型也很重要 虽然网红营销不像其他许多营销类型那样正式 但仍然是营销人员的一种选择 因此有经验的营销人员会根据客户的目标 创建不同类型的广告系列 与大多数市场营销活动一样 广告系列的类型会对你的营销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的目的是向市场或向目标受众介绍新产品 该产品可能不是全新的 但却是首次向特定受众推广的产品 你可以付费让网红制作引人入胜的视频 并以某种方式将你的产品融入其中 同时记住视频评论是介绍产品的好地方 如果你制作食物 你可以付费请网红用你的产品作为原料烹饪食物 游戏公司经常付费让玩家试玩他们的新游戏 当然这在Twitch这样的平台上效果更好 用户可以在玩游戏的同时进行直播 他们也可以将精彩视频上传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 还有些人会在YouTube上进行游戏直播 二维护活动 品牌需要经常定期进行维护活动 这些维护活动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一个产品 许多老牌品牌都会开展维护活动 因为这既可以保持品牌知名度 又可以创造新的销售量 品牌维护是常见的网红活动类型 你可以在维护活动中 使用与品牌活动相同的视频 不必过度强调产品的新颖性 可以更多的关注产品 如何解决频道受众的常见问题 关于产品的教育视频 通常属于这一类 你可以与网红合作 制作一些操作视频 展示产品的新用途 或者向人们展示它们 如何从购买的产品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但是请记住视频 要专注于展示产品 能给观众带来的收益 而不是产品本身的功能 因为视频观众可能对你的产品本身并不感兴趣 尤其是产品已经投放市场多年的情况下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产品如何帮助他们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5.沉淀流量才是王道 如何获取流量 首先建议找红人来推广 因为这是最快引流的方法 没有之一 而且也能迅速的传播你的品牌 当你的品牌被很多红人传播 你的品牌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搜索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